Hello,大家好 这两盆卡特兰是我上个月去兰园的时候 在他们的垃圾桶里面捡回来的那两盆卡特兰 捡回来种起来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 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捡回来的时候呢 它原来是一只很大的卡特兰 我把它们剪开然后种成两盆 种的时候我也发了一个视频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看一下我当初是怎样种这两棵卡特兰的时候 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去看一下 我把它们种好之后就一直把它们放在室内 那一段时间刚好是八月份 天气非常的酷热 结果上我是把它们一分为二 剪开了有三口 所以呢我不想把它们放到室外去 那样子很容易会造成腐烂的 这两个星期天气开始有一点转凉了 所以我就把它们放到室外去了 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盆 这一盆明显的能看出有一个心芽在这里 看见吗 这样子看可能会明显一点 这几天一直很仔细的观察 明显的确定它就是一个新的芽在这边 希望过几天它就马上能长出一点新的芽 让我能看得清楚一点吧 这边看见有白色的灰点的这些不是霉 是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用鸡蛋磕来种兰花 所以呢我也是学他们那样子把鸡蛋磕打碎 然后撒了那个鸡蛋磕的粉在这里 鸡蛋磕是一种非常好的钙 对兰花的生长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的 我也是刚撒了这些鸡蛋粉几天吧 应该没有那么快能看出效果来 这盆卡特兰除了刚才发现那个新的芽 其他的几个芽都没有发现有新的芽出来 新的根看上去还是可以的 再来看一下另外这一盆 这一盆看上去比刚才那一盆情况好了很多 这些白色的粉末都是鸡蛋磕的粉 我都是撒了一点在这边 看一下这边长出了这么长的新的芽在这里 放在室内那一段时间 我一直都没有留意它有长出新的芽 看一下这么已经这么长了 那一天把它们搬到外面去的时候 才发现它长了两个新的芽 这样子看就比较清楚了 在新的芽下面也长出了几条非常粗壮的根 看一下这一只 这边明显的又有一个新的芽在这里 已经鼓起来了 这样子看就非常明显了 然后在这边这个角落里面又长出了一只新的芽 也长出了这么高了 看一下非常的健壮的一个芽在这边 我在想啊 这些芽是不是能在春天的时候能及时的开花呢 我非常的好奇 能在一个月左右就能长出新的芽 然后根长的也是很不错的 是说明了这个卡特兰非常适应这种种植方法 这两棵卡特兰我都是种在桃栗跟木炭的混合植料里面 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他们施过肥 就是在浇水的时候是用浇树兑水来给他们浇水的 平常给他们浇水的时候就直接在这些桃栗上面给他喷几下水 杯子底下不需要有多余的水分在里面 看一下里面那些桃栗的湿度 这种湿度就非常适合这种卡特兰的生长 它不需要太多的水分在里面 卡特兰对水分的要求不是很高 但是他对光线的要求就比蝴蝶兰需要的光线要更强一些 我之前对卡特兰的养护没有多大的了解 一直把它们种在室内 卡特兰对我来说真的是又恨又爱 不管我用什么方法什么资料来种植 他们只是偶尔给我开一朵花而已 后来经过在网上的查询一些资料 加上网上有很多人种植这个卡特兰非常的成功 从他们那边学习了经验 我体会到卡特兰最大的要点就是需要强光 在室内那些光线是不足够它能够开花的条件的 希望这两盆卡特兰在春天的时候能开花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